更猛山步道 福寿山农场小编曾经分享过一系列的山林竞技 内容据说都是小编亲身经历的故事 以即使叙述的方法切入民族竞技 再带入小编个人体肤的分析看法 分享农场周边的登山进行经验 简单的作品透露出欢乐又紧张的气氛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福寿山农场粉丝团查看 山林竞技系列第四篇爬山登顶时 千万不要踩踏三角点 讲述的低点就是各蒙山步道 加上在福寿山路影区车火时 农场人员特别推荐两个景点 一围农场上到天池路边的静观亭日出美景 另一个则是天池停车场旁的各蒙山步道 故而对小编讲故事的是发地 这些想要一探究竟的渴望 更猛山步道的入口设于天池停车场旁 由露营区出发可顺着云海亭旁的便道 走到五个独栋温馨木屋的后方 在岔路处沿着右侧小金往上走 途中仅些许抖上路段 需要费些力气往上爬 其余路程都算平坦好走 且沿路没有分支岔路 如此原本由服务中心出发需步行十分钟的路程 超捷径改由云海亭旁的便道出发 仅需四分钟可达 沿着小金上行抵达车道路面时 又转为天池停车场的方向 若顺着左侧走去 没多久即会到达海拔2614公尺的普寿山农场天池 所以天池可以当作更猛山步道之后的回程顺游景点 一趟路有两个景点 是不是有一种转道的感觉 走到天池停车场发现道路中间隔着巨马 一旁并有禁止进入的标志 脑子突然转不过来有些不解 经事后反推才顿时明了 游客开车到访天池是由另一侧进入停车场 我们是由天池的方向进入停车场 故中间的巨马是要阻止停车场车辆进入天池 更猛山步道全长约1000公尺 来回全程一锦两公里的路程 一般民众的步行时间约100分钟 步道终点为更猛山眺望点 歇息片刻后续远路折返 眺望点之后因台风造成多处攻塌 以列步道封闭 禁止进入告示牌 游客切勿强行进入以侧安全 更猛山步道入口旁 顺着通道下去极为天池停车场男女公用厕所 步道沿途没有方便的地方 故而探访步道前最好先多家利用一下 高山步道果然原始 入口芒草比人还高 大火部位尖险拨开芒草踏入步道 一开始就遇到只字形的下歇陡坡 映入眼帘的是整大片的红快林 这些都是30年前人工富裕种植的红快 属于扁薄属的快木生长速度极慢 通常年轮长成直径30公分 需耗时200年以上 故而以百年成数 千年成采来形容台湾快木成长的珍贵 下切红快林后 再来会经过一大段原始森林 一大早阳光斜射 清晨光线无法透入森林 步行期间好似踏入黑山老妖的巢穴之中 整个步道被高耸的密林遮蔽 四周看来有些暗淡 加上清晨十分空气里透着一丝凉异 持续下行好似羊入虎口的恐怖感觉 不由的身子都抖动了起来 望着满步落叶的步道 此地秋季风情应该可想而知 一早走在四周都是大树的步道里 可能是因为视野的关系 沿路除了脚步身外 似乎有一种万类聚迹的感觉 柔如此地万物都已打烊一般 路上时而可见寿便分布 再加上福寿山农场扫边提到 在此地遇到过山珠 走着走着大火顿时加快绞成速度 原则上走在更猛山步道之中 应该无需担心日晒问题 高耸的原始林木虽然不是非常粗壮 但能够达到遮天蔽日的林荫状况 应该也不算小科了 原以为走过许多距离了 结果看了一下路程指示牌 竟然只是走了200公尺而已 果然在遮天蔽日的封闭环境中 叫一迷失方向与距离判断 沿途还是持续抖下坡 大家小心翼翼才稳脚下每一步 深怕一个不小心扭伤脚或滑倒 说不定就会成了福寿山农场小编 山林竞技系列另一个篇章的题材了 下坡虽然要小心行走 但无论如何总是比上坡来的轻松愉快 可是仔细一想 这条步道怎么去就要怎么回 现在愉快地持续下坡 待会回城不就要一路上坡爬行吗 想着想着就高兴不起来了 步道四周若遇特殊植物 路边就会有该植物的介绍牌 例如图中这株俗称乌松仔的云叶大树 主要产于海拔六百到三千公尺的台湾扩叶树林带 呆树是最古老的树种之一 为台湾产唯一无导馆之扩叶树材 木材组织以管包为主 其多列木质线索形成之纹理十分美丽 为小型工艺用品之良材 步道周围开始出现建筑林 据资料显示这边高度大约海拔两千五百公尺 这里的建筑不像荷欢山都是矮矮的 此地的建筑每树都长得较为高大 牧师大约都有二至三公尺 不过也因为建筑的关系 让大家可以与此收到全光的照耀 沿着天然原始林僻件的步道 步行其中可进行享受分多精 但注意地面的落叶容易湿滑 雨天或起雾时请避免进入 且考量到高山环境的安全问题 请先考量自己的身体状况再行进入步道 因为我们为当日进入步道的第一批游客 有人为避免受到小龙的袭绕 拿着路边捡食的小株枝 沿路左右扫洞借以打草惊蛇 更猛山步道其实为福寿山农场森林域步道的一段 后来因为台风袭击致灾 使得森林域步道中间多处摊放无法通行 厂方考量游客安全将其封闭 为天迟到更猛山这段一公里路程完好无缺 故而将更猛山这一段步道独立开放 提供福寿山农场游客一处享受山林之美的践行步道 沿路若遇较为险峻的路段 一旁都会有设置稳妥的围栏 如此可让游客安全放心的步行期间 游步道路面的平整度与周边设施的搭建 可见厂方为了维护这条步道的通畅 平日必须耗费多少人力与物力了 对于喜爱登山践行的山友 这条紧一公里的步道可以拿来当作沉运使用 对于平时不太运动的朋友 可以用一百分钟的时间 当作对自己绞成的一种挑战 更猛山步道是由天然原始林 建竹林及富玉林共生的森林步道 行进期间步道四周 适而穿梭于天然原始林之中 有时一旁又是高耸戏场的建竹林 仔细观望四周偶见一大片富玉林 对于植物生态爱好者而言 犹如踏入宝山一般 原本围栏都是在续成的右侧 走着走着不知何时转到左侧了 渐渐的前方也越来越明亮 算算时间也应该快要到达终点了 经过一小段缓上坡的泥土路 看到前方一片光明 虽不若当年在日本九州上色舰 熊野作神社 走了许久时间见到穿护岩那般惊讶 但穿过大片原始林走了几十分钟后 能够重见光明总是令人欣喜 沿步道持续前行小段路 就会遇到步道封闭 禁止进入的红色告示 据说在往前行会遇到多个路基坍塌的路段 游客们践行至此则需折返 切勿违规闯入造成自身危险 更猛山步道走到眺望点时 并非更猛山的三角点所在 若要与更猛山三角点合照时 需朝右侧小径继续上行 走约100公尺左右上到移住平台 地上可见到一个编号1225的二等三角点 同时摆着蓝色红柱的更猛山2532公尺举牌 江湖传言 三角点为山林所在之处 大家抵达时应该抱持崇敬之心 切勿踩踏破坐卧起上 若是做了不尊重山林的行为 往往在登山过程中会招来无法想象的厄运 更猛山眺望点的观山解说看板 把前方许多山头都名列出来 方便游客认识眼前无敌美景的大名 由此望去 北阁大甲西眺望雪山山系 大雪山 剑山 嘉阳山 大剑山 雪山 芝加阳大山 桃山等 一字向东排列极为壮观 大家若是有机会到仿佛寿山农场 记得来更猛山步道走一走哦